第2節的運轉乾坤 好了 休息完 回來第2節的運轉乾坤 在我身邊就有余總哲師傅 師傅 我們今集繼續跟大家說 這個榴槤的九宮飛星 再簡單重新說一次 就是這個中心點方赦星 把它連在中間分成九份 然後再安入一些不同的星 每年都不同 上一次就跟大家說過這個八百財星 但吉星其實不只是八百星 還有其他星 另外一個星叫九子星 也非常好 代表喜慶嫁取得獎 這顆星在這個套年飛到哪個位置 在玄空九宮飛星裏 九子叫做右拔星 剛剛套年去了正西位 在一個正西位 九子就像Amy這樣說 它是代表嫁取、天丁、喜慶、套獎、名譽、文章、書畫 這些東西 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星 如果大家想得到這些東西 就是透年要好好利用這個方位 但是我想問一下 這顆星今年在香港 它是飛到哪個位置 如果西邊 我們廣義的全港島區 在西邊就是屯門、天水圍、白泥那邊 龍虎灘那邊 但是其實因為太極 我們有廣島西、九龍西、新界西 廣島西應該是博富林那邊 另外就是這個… 全港西邊 全港西邊 是 九龍西大家會知道 這是旺角、深水埗、太子那些地方 那在這些地區 今年都會比較旺、容易有喜慶士 如果想要 即是 畢婚山仔都可以留意這些方位 不過Amy又要注意 我們說一些榴槤飛升 但每年在方位裡面 還有一些所謂神殺的位置 有些是太歲、碎破、三殺這些位置 是 那今年是否多次飛到這些位置 是,沒錯 今年剛好 因為太歲在東邊 跟太歲對面的位置 就叫做梵太歲 沖太歲 在原諾上叫做碎破 今年九字位、西位 剛好也是榴槤碎破 兔年的碎破 即是梵太歲位 又是榴槤的三殺位 其實都叫做有喜有空 那就麻煩一點 那這些碎破和三殺位 會代表著什麼 其實是 如果我們說整個大地區 西位有喜慶 這些東西 榮月 也伴隨著三殺是小癮 碎破是反對黨 太歲是現任政府 碎破是反對黨 而這些地區 容易多一些衝突 挑戰權威 挑戰以下犯上 挑戰政府 這些問題出現 我們明明明到這個位置 今年在這個套年 就會有好又不好的地方 我想我們說到這些吉位 通常每次都要說到催吉 特別是家居風水方面 大家都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好一點的效果 但今年又有碎破和三殺 擺位吹旺之餘 我們應該怎樣吹旺 又怎樣要小心避免一些東西 是的 Amy 一米一太極 原空飛星榴槤 那些方位吉凶 可以引用到一個大的宏觀 全港的位置 微觀的 我們合意一點 可以引伸到一個一家 一室一宅 一間屋 一千隻的屋 一百隻的房 都可以這樣引伸下去 我們各位家庭觀眾 可以看一下這個單位平面圖 今年的西位 九字星 如果以這個單位的中心 怎樣來計 這個45度 我們好像切了八塊的月餅 這塊月餅就是西位 西位其實就是榴槤九子吉慶星 代表嫁取、姻緣、天丁、裸掌、喜慶、姻緣等 如果你睡覺 這個位置看來好像是衣帽間或者衣櫃 不可能坐不下 浪費了 但因為一米一太極 譬如舉例 這個睡房這張床就擺得很好 在這個睡房中心點 我們再分一個方位 南北、東西 其實這個位置都是西位 其實這個睡房的小太極裡 這個西位都是九子星 睡著九子星會有恩緣、嫁取、天丁、桃花、裸掌等 這樣就可以立起 可以立起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還怎樣可以 除了睡著 怎樣可以用 例如牙齒或物件出貨 沒錯 例如客廳這樣 我們在客廳中心怎樣來計 這個位置 一米一太極 客廳這個範圍 其實這個位置都是西位 在這個中心點來計 我們可以在這裏 九子是熟火的 我們可以用木生火 紅色熟火 紅花綠柱 過年的桃花 放在這裏 就相當之旺 如果不是 放些紅地毯 紅的座墊 紅的座墊 這樣的 或者家居用品 裝飾品 都可以催旺它 放些浪漫的飾物 例如結婚相 一雙一對的小飾物 都可以催旺的愛情 甚至天丁 小朋友讀書拿獎等等 但在催旺之餘 剛才也說過 有三殺和催婆 有沒有些事情要避免 是的 首先催婆 因為范太歲偉 盡量不要動肚 不要在那裏拆東西 打東西 三殺是小癮 那小癮 會不會為了小癮 而不去催 這個姻緣 桃花 明雨 或者生子 小癮不理它 大家讓低調一點 這樣就應該可以化於無形 三殺小癮 就由自己的心態去調色 沒錯 好 說完九指位 另外有一個吉位 很多家庭觀眾 如果做爸爸媽媽 都很重視這個位置 就是四六文昌位 是… 四六文曲星 它是代表文昌之神 今年的榴槤飛星 套年四六星 就是在西南位 西南是文昌書園學業 人緣都是一個四六 因為四六某種意 都是桃花 人緣的桃花 所以今年好好利用西南位 對於工作 學業 升遷 人際關係 相當之有幫助 大家除了父母之外 如果想人緣有幫助 也要記住利用西南位 沒錯 那麼這個四六文曲星 我們今年在這個套年 在香港飛到哪一個地方 這個西南呢 如果全港法來說 西南就是這個… 譬如大嶼山那邊的西南位 但是因為一太極 廣島的西南就是這個鴨利洲 香港仔這些黃竹坑 甚至海洋公園那些地方 那麼這個西南呢 那麼這些地區呢 今年的名譽 甚至出一些讀書人 名氣的東西 會比較旺 那麼如果九龍的西南呢 大家就會知道 就是這個西九龍 西九龍 那麼今年就會有些名譽的東西出來 或者一些開展 令到大家會覺得印象好 一些新的項目 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住在那個區的地方的朋友 或者一些學校的成績 都會顯得是突出一些的 會不會特別容易出狀元 特別容易出狀元 或者出一些聰明人 名氣 我想當然了 講完這個地運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家居風水 家居風水 父母就很重要了 怎樣可以催旺它呢 可以令到這個燈窗位 如果這個單位這樣睡出來 這個房間是西南 那如果你想讀書好 學業好的小朋友 當然不要安排他睡 剛才的九子位 或者留回來生兒子 或者姻緣 讀書就在西南位 那實在如果書桌 可以放在這個角度 為什麼呢 在一個大太極一千尺的房間 裡面呢 這個位置是西南方 文昌升在這裡 這個四六文昌 文曲升在這裡 那在這個房間的中心 Amy 一不是一太極 這個小太極都是四 這個是打搭兩個四 一百尺的房間都是四 如果書桌安在這裡 電腦桌安在這裡 在這裡做功課 溫習呢 是相當利這個學業 和這個成績的 那還可以放些什麼 是的 四六是木的 我們水生木旺 可以放水種植物 一枝水種植物 或者四枝水種植物 去坐旺 那些家庭觀眾 喜歡放一個文昌塔 或者什麼都不要緊 也放一些參考書 也相當旺 說完九指星和四六的文曲星之外 還有一顆就是六百的觀星 在這個套年 它又會飛到哪個方位 對 六百的觀星 在套年來說 它是在東南面 東南觀星 六百是權威的力量 也是正義之神 所以如果在六百位 東南位能夠適當利用它 對於掌權 升職 官者管入 就是管理階層 如果做公職人員 公務員 東南位是很好的考慮 在這個方位 我們剛才說過東南位 在於香港的大太極 它是屬於這個位置 整個來說 是屬於石澳赤柱那邊 青水山半島 都是張軍澳 就是東南邊 但如果一物一太極 港島的東南 簡直是石澳赤柱那邊 如果是九龍區 東南就是張軍澳那邊 青水山半島 那些地方 今年比較好處 就是權力 官貴等 引伸到家居風水 家居風水 Amy 我們都可以看 如果你的單位 好像這個單位 就很特別 它這邊就是 門合位 剛剛在東南面 在中心點 它叫做開東南門 這個門 無論這裏走出去 這裏走出去 都在東南一撒那裏 六百官升 走到這個門 是相當之旺 會有甚麼旺 升官 升職 或者得著一些權力 受到人的尊敬 甚至有些不開心的東西 六百官升 震邪震魔 正義之神 邪氣都會震著 除了這個單位 就這麼幸運 剛巧在大門位置 可以不停地走出 走入洞的這個旺位 如果我們是其他小炭 我們又可以放些甚麼 去催旺 這裏走起旺觀升 想再加旺 無論在門口行門 或者在廳角東南位 或者是房角東南位 我們可以放些圓形的金屬 譬如一些獎杯 紀念碟 甚至一些銅波 甚至一些中式的銅頂 圓形的重 不過記住 就要放在桌面 櫃頂 甚至吊起來 就不要放在地上 因為六百是乾 是陽 是天 應該在上 如果放在地上 甚至放在地毯底 這個就不行了 這個效果就會減弱了 減弱了陰陽的平衡 大家記住 師傅提到的這件事 要把它不要放在地上 要把地方放在櫃頂 而且放在地上也很危險 對 安全也有問題 記得想 除了剛才提到的狗箭 即是六百 四六 這些三顆星 除了師傅提到的 可能是躺著它 凍起它 擺位之外 記住 一般的黃位 一般來說 都可以放一些電器 各種東西 去吹黃它 吹黃它 去轉動它 希望在這個兔連 可以試試順利 好好利用一些吉位 令到有更好的兔連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的運轉健溫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